在这个中东冲突之际啊 这个皮基民在北京召开第三届 一带一路啊 这是他这个任务很大一项政绩啊 这个论坛总共有100多个国家参加了 二十多元首啊 或是所谓总理啊 或领导人出席啊 国安教授怎么样看待一带一路啊 这个习近平上任之后 最主要的一个世纪大工程啊 也是扩展中国影响力的一个 所谓的政治工程也好 或是经济工程或是工程工程也好 我们这题目里面提到 孔子换成鲁班啊 这个中国不推孔子学院了 开始推鲁班 春秋末的这个一个工匠家 一个发明家啊 国安教授怎么看待习近平 怎么评价 怎么客观评价这个习近平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啊 别说这个是世纪性的大共产 这个工程之所以必要 而中国之所以推出来 基本上是有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方面当然是中国出现的 过多的这个国营企业啊 它是产能过剩的问题 它需要对外来拓展啊 它的业务啊 那么而且在这个一带一路 这个推展过程中 中国的很多国营企业 获益两多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项目在做 这个整个来讲啊 那么已经落实的项目有两千多项 这两千多项呢 包括这个高速铁路 铁路 然后呢 很大量是港口机场 这基础设施呢 让中国啊 的这个企业啊 蒙受众多的利益啊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啊 这些后进国家啊 他们由于得不到啊 国际的贷款 所以资金短缺 无法从事啊 各种交通建设 基础建设 这严重妨害 这些国家的发展 那么中国呢 他一向是站在 所谓第三世界立场 或者比较站在 南方国家立场 或者站在 后发达国家的立场 所以他愿意 用一带一路的倡议来 来结合这些国家 从事这个基础建设 从事这个经贸上的一个提升 那么这个来讲是 有他的一个政治上的效用 就是中国去结合众多国家 让这些国家呢 能够跟中国在经贸关系上面 在基础建设的整个关系上面 那么以及在贷款上面啊 总统的合作 然后受贿于中国 而愿意跟中国啊 更密切的交往 那么这一次参加 所谓第三届啊 这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国家 就151个 那么世界上各种组织 也有41个参加 可见中国在结合这些国家啊 在这个啊 跟美国啊 在外交战场上面的一个拼搏 可以说是成果非常的丰富啊 那么这个也是一带一路啊 他的一个拙然有成的一个具体的指标啊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今天的世界啊 是一个啊 这个相互这个斗争 多于相互合作的一个关系 尤其在所谓西方的强国啊 他们对后进的国家啊 是这个 从中获利 多于从中写入 那么现在世界的发展啊 基本上是 还是一个弱弱强势的局面 那中国这十年来说 推展的一带一路啊 不然有中国获利的因素在里头 但更多的是 辅助这些弱势国家 让这个世界发展的格局 有个根本的改变 也就是这些国家能够啊 经由这个中国来 这个做庄啊 而能够相互扶持 相互帮助 那么尤其是这个各种啊 贷款的一个提供 那么让这个一些国家呢 能够有一个发展的机会 那么这就是 改变了这个国际关系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则 也就相互扶持 然后带动后进国家的发展 那么这是对于整个人类的福祉 以及世界的良性的发展 有积极的贡献 所以这个一带一路十年 应该来讲啊 贡献多于这个弊端啊 所谓弊端呢 是有几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 有很多的国家啊 他贷款还不清啊 还不了贷款啊 还不了贷款呢 这当然本身就是这些国家啊 这个经济体质比较弱 财政困难 所以他也不是故意的要去 坑这个一带一路基金啊 而是这个真的还不出来 还不出来怎么办呢 那就是你的港口管理权转给中国 或者种种的补偿的措施啊 那么这个一方面造成所谓殖民 这个贷款危机啊 贷款危机 一方面就是讲新殖民主义啊 也中国透过这一带一路呢 去这个对这些国家进行殖民 第二个就是这些国家 他的主控权啊 减弱了 主控权第一个计划的产生 那么中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第二个如果债务还不出来啊 那么中国就介入经营啊 或者用别的方法来掌控你国家的财政 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弊端 第三个弊端就是说啊 其中有很多贪腐的问题 因为一带一路总共到目前为止 是投入两兆美金啊 这个很多的钱就流入到后进国家 从事基础建设或者别的事情 那么中间很多是保重私门啊 这个当然大部分是后进国家官员啊 掺走了 但有一部分也可能是中国的一些 相关的这个企业啊 或者是官员掺走啊 所以这个腐化也是一个问题啊 因为一带一路很多的投资啊 是不切实际 也就投下很多资金之后 一运营起来 发现没有效益 比如很多港口 没有印 一年到了没几只船进去啊 然后很多的这个交通建设 比如说这个桥梁 或者是公路啊 或者铁路啊 这个车运输这个效益不佳啊 也就是投了很大的资本 然后目前呢 看不出具体的成果啊 那么这也加重这些后进国家 这些所谓参与 这个一带一路国家 他们财政上的负担啊 那么这种种问题啊 我们讲就是说应该不是特别严重 他们有一个研究机构的调查啊 就是说真正产生这个债务危机的项目啊 大概是百分之十 也百分之九十都没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美国他们攻击中国透过一带一路制造债务危机 然后这个主动权啊 掌握这个国家的这个主导权啊 自主权啊 就是沦上 那么这个是严过其事 是有一些这方面的局势 但是呢 不严重 那比较严重的就是这项目啊 这个投资效益不张 比如说中国跟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 那是非常有雄心壮这个投资啊 但是目前进展不顺 而且效益不佳 那么中间当然有阿富汗的因素在影响 但基本上啊 就是很多的这个投资项目啊 目前啊 还没有这个看到很好的回收的效益 那么这一带一路造成了一些浪费 那么总的来讲 就是现在经过十年的啊 这个推动之后啊 现在是这是第三次这个高峰论坛呢 对于未来的一带一路会有些这个啊 重点或者是方向上的转变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啊 从这纯粹的硬体的投资啊 还加重其他的什么互通互联啊 各种人员的交流啊 思想观念的沟通啊 和教育训练 也就是纯粹的硬体呢 增加到一些软体的这个建设 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往这个 这个所谓的啊 这个高啊 新高啊 高 这高质量的一个建设来走啊 比如说绿能啊 要加强的绿能的建设啦 还有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的应对 也就是说他这个啊 这个经营的啊 项目啊 也稍微做一个调整 也就是往更多的是往这个 符合人类共同福祉的啊 项目来走 而不是纯粹的贸易跟啊 硬体建设啊 那么第三个方面可能就是说 这项目的规划 可能朝向啊 小而今啊 估计很多投资项目是 大而不经啊 甚至大而浪费啊 小而今就是仔细的规划 确实有经济效益项目才投进去啊 这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 中国投入资金减少啊 因为过去十年 投下两兆亿美金 这次是增加千亿美金啊 那么千亿美金呢 就是他啊 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子 大张旗鼓的搞 这个基础建设 而必须选择 我刚刚讲到小而今的项目来做啊 而且中国现在这个内部 国内的经济情势不如十年以前啊 十年以前啊 有充足的资金能够啊 去支持啊 这个一带一路建设 那么现在呢 中国国内经济吃紧啊 所以在支持一带一路的规模 可能会缩小 但是这个有人预测 这个一带一路 由于他这个在这个基础建设 贸易上面产生一些效益 那么现在全世界呢 啊 已经有14050个国家受益啊 尤其是这个东南亚啊 东盟的国家 那么中东啊 非洲甚至拉丁美洲都有国家受益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呢 他不肯啊 啊这个啊 让这个一带一路来缩水 或者是这个啊 啊这个宗旨 他们期望通过一带一路 能够对他们的基础建设 对他们的贸易啊 对他们的这个经济发展 有一些贡献啊 所以一带一路应该会持续 至少啊 嗯 十年啊 而他的效益也会扩张 那么美国这些国家 虽然不见不乐见其成 但是站在世界啊 共同发展啊 的一个角度 因为中共他非常强调 一带一路是 为了共同发展啊 这个基于共同发展 和人类福祉立场 我们应该乐见 一带一路能够不断的 呃成长啊 能够壮大 能够加汇世界 嗯 好 恒例我想follow这个 国家教授提到了 这个一带一路倡议 我想 已经被美国很多专家认为 跟美国啊 跟所谓世界银行的功能 已经蛮能够取代的 甚至 G7也提出全球基建计划 当然有他的目的性 针对性 这个透过海上 透过路海上跟路上的思路 把亚非 拉美南欧东欧 把它连接在一起 就刚才国家教授提到 你怎么样看待未来 北京习近平怎么样去 再继续推他的一带一路 呃 刚才我想呢 刚才这个陈教授呢 已经把 呃 现在的这个 整个这个宏观的这个 听不到讲完了 啊 听不到吗 我说 你没有骂他 你没有骂和平和平 就听不到了 哦 那个我说呢 陈教授呢 已经把这个 这个宏观的这个 这个景呢 已经展现了啊 而且呢 刚才呢 陈教授呢 已经把 应该说 方方面面 全都涵盖 全都涵盖了 呃 但是呢 正好 就是我看到的东西啊 呃 应该说跟陈教授看到的东西呢 差不太多 呃 但是呢 我我得到的这种观察的点 可能跟他呢 不一样 所以呢 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呢 这个是一带一路 呃 再往前走的话 再往前走的话呢 会越走越 越路呢 越窄 嗯 越走呢 越越难 呃 应该说呢 会变成一个 世纪的一个烂美工厂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之大 因为呢 目前来看啊 更像刚才陈教授呢 已经提到的 呃 现在呢 从最早的展开的时候呢 这个 那时候呢 是以这个 这个叫题目呢 叫做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 然后呢 共同发展 呃 但是具体做法呢 那个初衷呢 实际上呢 是 就是要解决中国 在这个 十年前的那个时候呢 这个 已经形成的 大量的 这个 产能的过剩 这个商品的过剩 然后 那个时候的资金的过剩 资本的过剩 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 他在寻找出路 然后同时呢 当时呢 想的是 这个 应该一举数 哎 如果一带一路 真的建成了 然后呢 真的往前发展了 那可以消化产能 消化过剩的 这个 中国的这个 大量的库存 然后呢 给 资金呢 找到出路 但是之外啊 实际上呢 能够建立的 这个大的这个网 如果建成的话 如果联系起来的话 就会使得中国 在政治上 外交上 军事上 各方面呢 都有 收益 可以说呢 真的是 叫 叫 牵一发 动牵筋 然后 一个动作呢 就有数得 所以这个想法呢 挺好 但是呢 这个 一带一路工程呢 应该说 他更 体现的是习近平 这个 他的 这个工作的 这个 还有他的 这个工作的 力 他更多的呢 都是还是 拍拍脑子 就是想 想当然的 所以呢 最后 刚才呢 陈教授 你提到了 这里呢 会出 出现了很多 现在已经看到的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当然 他说 这不是主流啊 当然我们 可能看的是 他的问题 可能是主流了 现在已经逐渐转化 第一个 就是说呢 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投资的效果 投资的效果 不一定那么好 然后呢 效益呢 最后呢 这个产出了以后呢 最后没有能够 这个覆盖 他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债务 然后呢 最后呢 会慢慢的 就变成了一个 解决的办法 就是最后 把这个使用权 或者是资源的 开采权 港口的使用权 最后呢 租借给中国 然后产生新 新殖民主义的 这个问题 当然他认为呢 这个不是主流 所以呢 这个呢 情况呢 是一直在 在发生 但是我觉得呢 这里头还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 像现在啊 以美国为首的 这些G7 这些国家 还有包括 其他的一些 这个东西方的 一些 这个民主国家呢 现在也开始 在制定 在全球的 这个发展 这个规划 以跟这个 一带一路的 进行竞争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呢 实际上呢 这个 这个我们在 美国这个地方 我们经常呢 会 会看到 政府在决策当中啊 一般呢 会有很多的 不同的声音 在进行debating 在进行辩论 辩论了以后 就达到一个什么呀 就是 他一般呢 要完成一些 基本的条件 那就是说 如果是援助的话 那就不谈了 那就是像 USA 这个美国援助 他们呢 就纯粹的 说不强 但如果做投资的话 那一定是要有收益 一定要有收益的 而这个收益的过程啊 一定是要受到 各方面监督 所以当然 并不是说 美国这边的 这个投资啊 在这个南方国家投资呢 都最后呢 效果很好 No 不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们这边呢 更注重 说你投资呢 是要提报 要进行 这个政法会 这个呢 是一个追求的目标 但是呢 这个在 好像这一点的 在习主席的 做的事情上呢 一般都不会考虑 他总是会 会算大账 会算大账 所以呢 在这个 这个像 熊爱新区的投资啊 这个画了一个圈 然后就去投资了 六千到八千亿了 对吧 现在呢 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想大家都知道 另外一个呢 他算一个大账 就是三年分控 最后呢 他自己说啊 别人都不说 他自己说 哎呦 三年分控下来了以后 如果算大账 还是合适 还是收益大于 这个投入的 如果这么去算的话呢 那永远可以啊 永远可以 因为什么 因为没有别的意见 可以参与 但是呢 我们所现在现实的看到的是 一带一路的很多的项目啊 实际上是超出了当地 就落地国的本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 和他的财政这个能力的 你比如这两天刚刚投入的这个 投入运营的这个 雅加达的到万龙的这个高铁 现在呢 大家就在看啊 这个高铁 高铁这个项目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是不是最后会是一个烂尾的项目 而且现在很多的文章已经出来了 实际上现在说 如果投资到南方国家去的话 真正好的收益 应该是应该是这个 不是叫高铁 而是应该是货物运输的 这样因为他的发展是需要有公路 需要有这个铁路 但是高铁像这种 只是做这种旅行啊 这种人员运输的这样的 这个叫做这种投入的话 实际上的那个效果 拉动整个经济发展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效果 未必见得了 其实我挺希望看到雅万高铁 因为我爷爷就在万龙 所以我父亲就是万龙生的 我也曾经去 你是华侨啊 对啊 我是客家人 我是一女华侨 龟侨的孩子 龟侨的孩子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像这样的情况 我就是那个地方 那个我做过那个高速公路啊 从雅加达到万龙啊 然后呢 回来坐的车 但是呢 你就可以想象啊 这个 这个地方呢 如果去投入啊 是不是方便了当地的老百姓 确实方便了 但是以高铁的运营成本来算的话啊 我真的很怀疑 这个 这个印尼的这个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啊 确实是非常的低的 非常的低的 要跟中国就没法比 跟美国更没法比 所以呢 你会感觉啊 最后都收益 是个什么样子啊 最后最后都变成财政 在支出的话 你会看到 会出问题 你相反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 这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这个铁路 就是上了一波政府 就停一下 上了一波政府 就停一下 到现在是不是走到哪去了 反正好像是没开构 对吧 从马哈蒂尔从原来是安瓦尔 最后到马哈蒂尔 然后现在又回到安瓦尔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事情呢 不能够最后呢 都变成像中国一样的 这个角色方式 当地做不到 对吧 当地做不到 所以最后呢 一切的经济的工作啊 一定是要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 你最后呢 不能说 我们最后集装力量 办大事情 解决问题 所以我 我是觉得呢 我对这个习近平的一带一路 我说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 决策当中的结构性的问题 最后反映出来呢 最后是会变成一个 世纪的烂尾功夫 当然了 刚才陈教授说啊 现在是投资了两兆亿 我现在没看到那么多 我看到的应该是 一万亿多亿 其中八千多亿呢 都是来自于中国 那现在呢 如果那个地方呢 这个一带一路项目最后呢 慢慢的变成烂尾了以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大量质 最后会反噬中国的经济 中国经济现在不好了 然后再走下坡路 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看 都可能在下坡的状态下 就不会拿出更多的资金 投入到这样的项目当中 那这个时候呢 他在推进的过程当中 就出现问题 可是这样的项目 绝大多数都是 都是卖方代表 卖方代表 那都是为了支持中国的产品 走向世界 提供的外房贷款 那就是中国人 中国的人 在中国银行的支持下 在做这些项目 最后这些项目不赚钱 最后形成的这个 回这个反作用力 最后呢都会带回到 到那个时候 会给中国现在的经济 雪上加双 所以我非常不可 何平把握的时间 我想直将请教你一个事情 你觉得一带一路 对习近平的政治生命 是利还是利 当然是有必有必有利都有 什么都有 你看在哪一个角度就看 很近讲的这些问题吧 也不是说不存在 就是说你比如说 你修一个高铁 你报这个卖票 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收益 但是国家的基本建设 它不是这么就算账 如果这么就算账 中国的这个高铁 可能是多少年都回不了这个本 关键是你这个印尼的经济发展 会不像中国这样 有没有足够的人口 足够的这个流量 然后最后面大度 你周围的这个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你你你整体的印尼 现在正在体会之中间 那你这个账是算在一个公司 还是算在整个国家 这个是计算的方式不同 那么对于一带一路这个事情呢 西方的媒体基本上就是否定的 或者是最近这些天 我基本上看到了西方的大卫星们 就是判处了大量的记者来调查了 这个这个一带一路的问题 那么这些文章呢 比中共的文章要好 中共的文章就是简单的 枯燥的 无聊的 单方面的 就讲这个一带一路成功 而西方的这些媒体 至少是提供了一些事实 一些角度 但是这些事实是不是真的事实 或者是只是事实的一个层面 这还很难说 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讨论 全球化也好 文明的进步也好 现代化也好 那些贫困的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一部分是跟这个国家的 长期的混乱 有很大的关系 一部分是跟殖民者 西方的列强殖民者 给这些国家造成的伤害和好意中 有很大的关系 尤其是英国的殖民者 造成的这种 长期的这些发展中间的一些问题 而且留下了很多的好番 要去把这发展中的国家 跟西欧一样 跟美国一样 跟北欧一样 发展到现在的国家 你要靠到他们的自己的这个动作 还是不行 这个需要发展中的国家去帮助 现在世界发展 世界银行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尤其是世界银行 他们很多的工作 其实就是在做这个工作 就是在帮助发展中的国家 怎么发展起来 中国只是在那个基础之上 更进了一步 不仅是给钱 而且把我的产能 去得到某一种 这个运营 那么很多的基本的工程 你最终能不能 这个挣到的钱 或者是这个工程是不是合适 那你纽约时报 早几天有一篇长篇文章 就专门讲 年博尔的一个机场的问题 那个里面查了很多很多的资料 确实发现这个工程里面 有些问题 但是有很多问题 已经被政治化的理解了 或者政治化的解释 比如斯里兰卡的 这个债务的问题 你说这个东西 你怪这个中国的身上 就有一点问题了 一个是疫情的影响 第二个是巴基斯坦的 政治的不稳定 加上他们的腐败 等等等等 你不能说 我借钱借给你 然后你去赌博 然后你去酗酒 然后你去乱花钱 然后你说 我还不想还你这个钱 对吧 所以进行债务承受 几乎是必然的 只是说 这些账务承受 不能给这些 发展中国国家 无底洞的这种陷阱 这就是所谓的 你不能让中国 变成一个新的一个殖民者 中国也是反殖民者的 对吧 全世界的文明 都是反殖民者的 你不能变成一个新的殖民者 不能让这个国家 远远翻不过身来 所以美国的财政部啊 财政部长亚伦 也是在这边 划了很多的这个心思 现在听说啊 斯林兰卡和中国 已经就在乎问题 搭建了某些协议 那么另外有一些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 有些西方正在在胡扯 像比如斯林兰卡的 这个港口问题 中国也把它军营化了 中国怎么怎么样呢 实际上那是西方 不要的一个东西 很多的发展中间的 这些项目啊 为什么会很危险 因为一个就是 这些国家的基础 太差了 第二个是这个国家的政局也不稳定 腐败也很严重 实际上中国也是 踏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 我认为如果说 有某些陷阱的话 有时候是中国人自己找的 就是明明知道那个陷阱 也要去跳 为什么 因为有习近平这么一个宏大的 一个世界之门 这就是中国的问题所在 好主就是说呢 你有政治的力量的推动 但是发觉是这个里面 制造了很多的泡沫 制造了很多的这种 一地鸡毛的东西 甚至是变成了这个烂尾楼 但是在整体来讲 我不认为是个烂尾楼 为什么 哪怕是现在萎缩了 哪怕是最终这个事情完蛋了 就没有了 中国现在还 号称还有一笔钱 如果为了没有钱了 但是这些基础的建设 这是交通状况的改变 确实在这些发展国家 在长期的讲是有好处的 所以 拜登总统也好 欧洲也好 也想搞一带一路 因为你最终让这些贫困国家走出来 走出现在的经济的困难 才是应有之意 你光只是靠今天给你五百万 明天给你五百万 那是挺不通的 就是真正帮助这些国家 一起成为全球文明的一部分 这建设一带一路的努力 也应该是西方更加参与的努力 就像当年的二军之后的马下野计划 对欧洲的澄清建设起了巨大的作用 就像二军之后美国的基础建设 为美国后来的工业化 定的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一样 这个里面就算是有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从大的方向来讲 这是一个应该支持的东西 我们更支持的 当然是美国了 如果美国能够挑逗起来 搞一个一带一路的项目 或者二带二路的项目 比中国人搞得好 那是我们值得的支持 因为我们也希望 这些国家一起发达 我们就讲中东问题也一样的 在某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 恐怖分子 他就是少很多 他就缺乏了一个社会的温床 贫困了 就是这一年产生极端主义 好 最后立月宁时间了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可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